接下來我們請林淑芬委員 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我們阿春保長 林委員好 部長 今天很多委員早上也質詢到所謂的 這個財組法環共通性原則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你 你們要修正 你們要訂定這個五人以下 然後因不知法令 然後要得以豁免 有沒有開過這個演藝的會議 找一些地方政府上來開會 有沒有 有 阿你有沒有主持 我沒有 你沒有參加 我們一般這個會議都是 交流業務單位的 你們要架空勞機法 然後這樣的會議 你自己都不用去參加 那地方反應怎麼樣 呃 包圓因為本來這個 你沒有參加沒關係 你知道地方 執行單位 執行業務單位在地方政府嗎 是 阿他們反應怎麼樣 呃 包圓他們就是認為要有一套的 好遵循的原則 讓他們在處理案子的時候 好能夠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你沒有參加 那你事後有了解嗎 你們開過幾次 呃 開過幾次會議 找地方政府一起來討論一下 開過一次 只開過一次 你沒參加 開過會議紀錄 你有沒有看一下 我稍微有看一下 你稍微有看一下 那我唸給你聽 來關於第五點 你們修正的第五點 B教授 呃 個案上喔 這個五人以下是個爭點 齁 然後是教授的講法 有個D教授說 呃 依法務部函視各部會的法治單位意見 四 多任不知法令 無法作為行政法法第八條 但書規定主張免罰的理由 這個是D教授講你們的會議紀錄 我現在念的都是你們自己做的會議紀錄喔 勞動部做的 4月11日 延商修正違反勞動基準法 裁處法環共通性原則會議 主持人謝倩倩 司長在那裡喔 然後你說你有看過喔 然後你看 跟你講的結論不太一樣耶 A教授 呃 因不安法令 如何正當理由 可以阻卻責任 可以免 解免處罰 為如何裁量 卻有爭議 這個是教授 我現在講地方政府喔 有六個 喔 五個 地方政府都跟你持不同的意見 基隆縣政府 基隆市政府啊 你們連會議紀錄都給人家打錯 雇主設立事業單位 本有了解法令的義務 建議文字再考量 基隆市政府不同意 宜蘭縣政府 雇用勞工人數未滿五人 以及該不知法令 這種東西如何認定啊 執行上恐有困難 宜蘭縣政府 台北市政府說 這個本府曾援引行政法緩 但呢 經本府法務局評估 認為有疑義 所以他們 台北市政府都沒有 所謂的 均採無德 減輕處罰的方式 去處理 而且未來你要把門檻 鬆綁到 未滿五人 且惡意違反這個 勞基法的雇主 OK 我再完整的唸一下 我不曉得因為你們紀錄做得很混亂 進援引本點規定要求主管機關 應予以減輕處罰 OK 台北市政府是這樣意思說 如果有雇用未滿五人的小的 但是他是惡意違反勞基法的雇主 然後他去援引你這第五點 要求減輕處罰 也可能事後 於宿院或行政訴訟時 援引作為抗辯的理由 恐生濫用本點規定的爭議 徒增實務執行的困擾 這個是台北市政府 持反對意見 新竹縣政府 他說 正未增定本點 地方勞政的主管機關 本來就可以援引行政法法規定 才除了 你這脫褲子放屁 這是新竹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他說 行政法法第八條 但書 他的實務上極少運用 顯然 他們也認為 你們不應該這樣做 好 這個是 一二三四五 五個地方縣政府 我現在在告訴你 五人以下的 還有不知法令 這種東西 圖爭爭義 六人的為什麼就要 五人跟六人 五人為什麼要 五人以下四人為什麼不用 我告訴你 你這抓一尾堂 領你自己的腳踏 我沒有騙你 做這件事 執政黨 會又會再一次 抓一尾堂 領自己的腳踏 我不騙你 我這是善盡喔 今天早上 李彥秀說 他要進這個在野黨的監督義務 我也是 做為執政黨立委 做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也善盡義務的告訴你 此舉 不可行啊 恐怕問題會很多 會製造很多的問題出來 好 那我現在再告訴你 另外一件事 我要處理的是 重大直災事件公開完 是不是完真的 你們公開的案件 跟地方政府公開的不一致 你們還增加了所謂的公安事故 雇主得豁免公開的條款 這個部長 重大直災公開網 成立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讓 為什麼要重大直災 都要公開給人民知道為什麼 全民來監督這個企業 然後能夠讓 什麼樣的條件才需要 你就會公開 條件上的公開 我請單位主委 什麼樣的條件 好 署長你來說 我們是重大直災死亡 然後那個 造重大死亡 然後違反了直安法的規定 我們就公開 死亡 OK到死亡才需要公開 違反 違反直安法的規定 對啦 違反直安法的規定 然後造成死亡 這兩個要件要看清楚喔 所以死亡是最基本的 那你為什麼還要 都死亡了 還不公開雇主的 這個事業單位的雇主的名稱 為什麼有豁免 免公開 的這樣一個條款 報員有一些案子 它是屬於那個 我們當初訂這個 細部的規範的時候 有些案子是 它是屬於戰役第三人 我們就把那個 或是自然人 自然人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做 不予揭露 我的印象是這樣子 自然人當雇主 所以就不予揭露 是這樣子嗎 所以大家只要去 用自然人雇用 就不用揭露 委員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當初的重大執災的 公開的部分 我們考慮了不同因素 當然直接雇用的 勞工的事業單位 我們予以公開 那有些事業單位 比如說它是 在那個場域裡面 它有包括我們公開部分 包括上面的 主辦機關 跟那個原事業單位 跟業主 我們考量不同的層次 去做討論 你知道職安法裡面 職災 所謂的職災 達到死亡 就是事業單位 有責任 它職災嘛 認定為職災嘛 然後有事業單位 有責任 然後還有人死亡 你現在第六點 你剛才講什麼都 我都聽不懂 胡說八道 公圍也公圍也公圍 你的第六點 你自己法規都背不起來 第六點是這樣子講的 事業單位 非因現場安慰管理 或設施不良等情節重大 要情節重大 你們才願要公開 如果不是情節重大 導致其本身各級成爛人 或平行成爛人 所顧的勞工發生重大職災則 得免公布 重大職災的資訊 你的條文是這樣子寫的啦 是 你剛才在胡說八道什麼 我常常聽你說的 我都聽不懂 我現在要跟你說喔 你知道職災裡面各級成爛人 都有職災的所謂的賠償責任 有 這是我修法的 是 他在職災 我們要求他要有職災的 所有的預防的責任 否則他也有職災的賠償責任 有嗎 是 都已經死人了 然後你說如果他情節不重大 就可以不用公開 部長 署長 那什麼叫做安慰管理或設施不當 情節不重大 什麼叫重大 法委員其實就是違反這個 比如說我們安全管理辦法 跟我們設施設備的部分 就是我們都認為是 這個情節重大就已經公開了 實際上委員講 那怎麼樣叫不重大 都已經死人了叫不重大 人家因為職災而死亡 你說這個叫情節不重大 我們發生重大的職災 就希望 為什麼要公開 因為除了業者自律 我們要援引外部的監督 然後有助於業者和雇主 不管你是承攬平行承攬 上下承攬 都要善盡之災的預防責任 是為了讓他知道有預防責任 如果你不做好 導致有人死亡了 我們就要讓你付出你名譽受損的代價 然後讓其他人看了覺得 我要好好的愛護我的名譽 我要好好的盡我 雇主的預防責任 否則 我們公開這個要幹嘛 公開這個要幹嘛 不過我也是沒有錯 因為我們職災法裡面 並沒有強調這一塊 所以我們才用了我們 重大職災公開的辦法 要求把我們自己把所有的 我們所謂掌握的資訊訊息 是屬於這個資訊 講得你們好像多麼的進步 母法沒有講 我們自己做 工作要求死人 你怎麼知道你中央沒有做人 政府做得比你更好 新北市政府重大職災會整表 上官公開從幾年開始 你現在幾年才開始做 新北市政府當時開始做 2015年 職安署當時開始做 將近2018年 2017年的12月1號才開始 然後等於公開要作業要點 還增加了一個 免貨免條款 貨免條款 這樣好 這樣對 政府做得到 你做不夠 政府沒有貨免 你把它貨免 你中央沒有帶頭 做最進步的喜歡 讓政府學 地方政府還做在你的前面 示範的比你更進步 做的比你更前面 部長你自己看 你這樣的做法 需不需要檢討 部長你感到你聽起來 這個問題我們的確要來檢討 我剛剛有了解委員剛剛所講的一個 可以檢討嗎 可以檢討 我再問書長一個事情 是怎樣 我們去核對新北市勞動員 重大職災發生的情形 輸入感電 感電這兩個字 去看看有多少職災 現在 高雄市政府有一筆 新北市政府 感電死亡有兩件 他們自己公告的 我們都是公開上網的 但治安署的網頁上 沒有新北市政府的案件 你們怎麼有全國都公開 你們怎麼有全國都公開 政府有公開說有兩件 希望的 你們的治安署 裡面都沒有 沒有新北市這兩件 為什麼 你怎麼會有全國的公開 那兩件事 我們怎麼會有全國公開 你怎麼會有全國公開 我現在就不知道 你們是不是 跟地方政府沒有 沒有連線 沒有辦法溝通 還是人家已經連線上網公開的 你們自己的人員 自己能力 力有未待 還是代乎職責 我也不知道 是力有未待還是代乎職責 是力有未待還是代乎職責 而且要不作為 還是說援引了豁免條款 所以就不公開 等於政府就公開 你還不可以公開 我們不知道啦 所以你不斷地限縮 這個要公開要點 已經不是一個 你從死亡才需要公告 它就是一個門檻了 結果你的公告裡面 還在限縮 不合理地去限縮 還讓雇主有很多的 豁免公開條款 所以那講說 這真的是到了一個需要 需要檢討的時候了 報告委員我們會檢討 可是我還是在重申 我們這個是 把這公開的資訊 揭露給讓民眾來做監督 有關您剛才提示說 是有關新北市部分 我們會再去細查 那兩個案子到底 我為什麼沒有公開 我在跟委員做後面的回報 你在說的是 這兩個個案啦 感電啦 但是我跟你說 你整個作業要點 都要檢討啦 人家政府做得到 你做不得到 你不敢 政府就公開 希望達到死亡才要耶 那我在問你喔 全民監督各勞政機關的 採處內容也都上網公開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採處內容啊 勞動部網站 不是會架設 違反勞動法令的網頁嗎 連雇主的姓名 事業單位都公布了嗎 但是採處的金額 沒有公開 我在想說 這是不是援引了很多行政罰法 所以大家 各位 大家委員在這裡 我們都不要太高興 我們如果說罰款從6萬罰到10萬 搞不好人家援引行政法法 最後只有罰3萬 所以勞動法令喔 到這裡都沒有效 用行政法法就可以酌勤減免了 不然為什麼你們都沒有公開 剛才我說的 說這個植栽 植栽 重大植栽 作業藥田要求公開 他援引的也不是 什麼勞動的母法 也是政府資訊公開法 可是呢 公開違反勞基法 這個財法 違反勞動法令 去公布事業單位的資料 這個還是勞基法有明定 有明定的狀況裡面 這個沒有公開採法的金額 沒有公開採法的金額 沒有公開採法的金額 我沒有公開 所以我心裡面都有一個問號 你們是不是經常用行政法法 所以都把它豁免掉了 是不是經常濫用行政法法 行政法法是全中華民國 每一個作用法的太上皇 每一個作用法定料都沒有用 只要用一個行政法法的全部都可以 比你母法裡面所定的最低 法管還要再低 沒有啦 包吾你剛好是相反啦 請問 不然你怎麼都沒有公開 沒有 主要是因為 投機法的規定喔 他只有說要公開名稱負責人姓名 並沒有講到說金額的部分也要公開啦 你自己喔 勞動部重大植栽案件作業要點裡面有一些Q&A 你們重大植栽都公開了 母法沒有講喔 你們都公開了 你的說明第六頁 參所法務部95年4月25字 法律字第095014495號 及99年11月9日 法律決字第099040918號 韓氏略以 來 按行政法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 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法 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 三 這個影響名譽之處分 公佈姓名或名稱公佈照片或其他類似的處分 來 據裁罰性的公佈姓名或名稱處分 雖屬行政法 為此 非為公佈姓名或名稱資料極屬行政法 對於公部門公佈工程施工品質查核 結果相關資料系屬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六條資訊公開的事實 非裁罰性的行政法翻譯成白話文 你叫人重大職災死亡都要公開 母法沒有依據 你援引的是這個 資訊公開法第六條 所以你們這裡講 依照資訊公開法第六條 資訊公開的事實 並不是裁罰性的行政法 所以你們給人家公佈姓名名稱 公佈其他資料 這個叫資訊公開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如果用你們在定 重大職災案件作業要點的說法 那麼我也可以在這裡說 你們所謂的這個勞政機關 採處這個內容的公開 把採處金額公佈 那個是資訊公開的一部分 雇主的名字 事業單位的名字都可以公開了 違反的法令都可以公開了 為什麼採處的金法不敢公開 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 照你自己的說明應該可以公開 因為它不是行政法的一部分 那是資訊公開的一部分 但是我在這裡我的結論就是 你們都沒有公開可能的原因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們都用行政法法 架空了勞動法令 所定的最低法環 可能最低法環 發15萬你們都發7萬 你們都發6萬 你們都發3萬 所以各位立委 在這裡立法還有尊嚴嗎 所有的作用法 照勞動部這個邏輯 行政法法都可以架空我們 所定的每一部法令 這些立委都要立法 都沒有採工 沒有採工 你這樣講是 你要公開嗎 你要公開嗎 報告委員 我先說明一下 這個各地方在 其實那個裁罰機 也是各地方 勞政行政主管機關在裁罰 也不是勞動部在處罰 我知道 是不是用很多 第二就是說 公佈的問題 因為的確照法條 是只有名稱跟負責的行為 資訊公開罰 你們重大支災沒有母法 都可以了 沒有啦 你回答還簡單的啦 是不是很多人 很多地方政府 開罰以後 都援引行政法法 都獲得減免或減輕了啦 是不是啦 報告委員 主要我們這個問題 你沒有公開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召開過專家學者會議 是真的有 專家學者認為 你沒有公開 法律沒有規定 他認為不公開 法律沒有規定 你怎麼可以公開 重大支災 這個作業要點 然後公開 雇主的姓名呢 還是可以 那個叫資訊公開的庇護嘛 好 你都比重就輕啦 是不是很多違反 勞動法令的財法 都用行政法法 架空掉啦 沒有啦 沒有 沒有啊 拿東西出來看才知道 有沒有 不然你都公開 公然的欺騙國會 常常喔 不是沒有 是常常 好 謝謝林子芬委員 超過十幾分鐘的質詢 謝謝你 辛苦你了